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在509已经换了新的政府了 那大马房市究竟有没有起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要看从一些数据的话 在现在2018年第二季度 也就是4月到6月 全国住宅成交量的话 其实是持续跌势的 比起2017年的第二季度 我们是跌了差不多5%左右 成交量全国大概有4万5千个单位 可是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是一定是大选的不稳定性而造成的 其实未必 过去的三四年里 全国成交量都一直的在减少 2016年的时候呢 第二季度是跌了12% 2017年是跌了8% 跌势是明显的减少啦 可是也是可能是到了一个底部了吧 就是可能跌的不能再跌 所以它跌势会放晚 这也证明说这个跌势其实可能不完全 是归纳于大选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指标 就是2018下半年的全国成交量 因为过去的三个月跟接下来三个月 很多新的政策出台 那投资的信心当然会 就是投资人的一些观望 可能他们都会比较明确了一些 所以接下来下半年的成交量的数据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过去我们都觉得说市场上 住宅单位的买卖方面不会因为消费税 就用SSD代替过后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毕竟买一间房子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都是看你有没有那个需求 然后看整个经济环境在那个时候 那个cycle 所以那个成交量比起汽车的话 我觉得房子对于消费税的一个影响会比较低一些 而当然如果商业单位的话 它是非常直接的 因为过去都有被整一个6%的消费税 而现在消费税就是免除了过后 就直接便宜一个6% 它可能只是对于特定就是已经决定要买的人 当然带出一个好处而已 基本上各个领域都有一个oversupply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消费税的解除也没有对商业的那个产业 带出太大的一个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